好 品贵老师 我们常常听到 业务必须要去了解客户的需求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什么样的需求是我们要去了解的呢 我们今天想要去了解客户的需求 重点是客户会不会告诉你 他的需求在哪里呢 所以了解需求它很重要 但是呢大家可能要注意两点 哪两点呢 第一个就是因为需要所以客户要买 那因为客户 因为要了解客户需要 所以我要卖 就这两个重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两个重点当中呢 我们如果当客户表示 愿意要跟我们谈的时候 那你想想看 你的态度只是谈谈看而已吗 或者是客户他只是想要跟你聊聊而已吗 我想都不是吧 因为在当时客户可能不 并不知道我们能够提供一些服务的项目 还有价值在哪里 所以呢我们要首先 要能够跟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 等到充分了解客户的需求以后呢 才能去掌握客户的想法 还有状况 各位说是吗 可是到底需求是什么 我们常听到 在大陆的用语叫痛点 因为痛 所以你觉得要去解决痛的问题 那个解决痛的问题呢 就是你找到客户的需求点 能够帮他去处理跟解决问题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在对客户提供一些 适当的一些规划的时候 那是不是你在规划当中呢 已经取得客户的这个认同呢 而且你希望取得认同之后 能够顺利的成交 所以呢 那当我们今天要找到客户的所谓的需求点 那先当然要去了解需求的重要嘛 所以了解需求等于是了解整个销售流程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所以在客户呢 不在乎你知道了多少 客户呢 只在乎你关心他 到底这个想解决问题 到底有多少 所以了解需求的沟通层次呢 我们通常啊 就分为三个层次 就是一个寒暄的层次 还有理性的层次 还有感性的层次 在这个三个层次当中呢 我们接下来才会去谈到 这个需求的其他的目标 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呢 先讲到这个地方 下个时间呢 我要跟各位来谈到的就是 如何去了解客户需求的五大目标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按赞评论转发 我将会制作更多的视频 跟各位分享 让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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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